艾菲爾鐵塔在週六的時候 接獲到了炸彈歸鞋 拆彈小組緊急出動 關閉了三樓層兩個小時 鎖心之禍只是虛禁一場 艾菲爾鐵塔一樓大門 緊閉周圍排隊區域近空 因為稍早遭人威脅引爆炸彈 遊客全都撤離到戶外 排隊人籠長達100公尺 不知道什麼時候能進去參觀 等候民眾相當無奈 艾菲爾鐵塔緊急封閉三個樓層 還出動拆彈小組搜索 由於遊客絡繹不絕 每年近700萬人次造訪 法國警方不敢大意 兩小時徹底檢查 最終是沒有爆裂物 才解除危機 艾菲爾鐵塔相關單位 也表示這種情況相當罕見 不過2019年曾有男子 刻意攀上鐵塔的一側 當時同樣一度禁止人員進入 也疏散觀光客 俗信這回只是虛禁一場 桃園市國際焦點 日本氣象廳就預測到 萊恩颱風可能會在 15號至16號的時間 從近機的地區來登陸 並且貫穿整個日本 更多訊息我們交給記者 額家綺 在今天是暑假旅遊旺季 有很多人都要到日本去 不過剛好最近又適逢颱風季 要去日本的朋友 可能要注意這樣的訊息了 因為藍恩颱風直逼日本 所以接下來新幹線預告 可能會停時 要提醒觀眾朋友 特別注意這樣的訊息了 我們可以看到藍恩颱風 它中心的氣壓是965百帕 近中心的最大風數 每秒可以來到38公尺 那麼最大的陣風 也可能到了每秒48公尺 那麼日本氣象廳 他們就預估了週二 週三 可能會從進機登陸 那麼貫穿整個日本 將帶來強風暴雨 所以現在日本民眾 也是嚴正以待 不過是逢日本的假期當中 所以現在他們也提醒了 AJR的東海道15號 還有山陽的新幹線 從這個新大阪到廣島站 15號到16號 可能會計畫性的停時 而16號可能到午後的時間 所以提醒 如果有觀眾朋友要到日本去 剛好有的這個地方 有行程的話 不妨可以稍微做修改 那麼避免影響到整個行程大亂 至於長命颱風 卡努在襲擊台灣 日本 又貫穿朝鮮半島之後 雖然說它的強度有減弱 不過是仍然造成了 俄國遠東地區多處淹水 9個城市 甚至是進入到了緊急狀態 我們再把時間交給佳琪 還記得之前卡努颱風 對台灣的影響嗎 就卡努現在往北走 沒想到也讓這俄國遠東的 9個城市 現在進入到了緊急狀態當中 我們可以看到 遠東的9個城市 8月12號已經進入了緊急狀態了 包括了543個住所 甚至是多個區域路段 現在都被洪水給淹沒了 我們那也看到 就卡努颱風 它的行進路線是怎麼樣 從台灣走了之後 它一路往日本的南部雷前進 那麼經過了南韓 後來在8月11號的時候 貫穿了朝鮮半島 也是到了北韓去 然後一直往北走到了俄羅斯 那麼現在卡努 雖然已經降為熱帶性的低氣壓 甚至連颱風都撐不上了 但是還是帶來了驚人的雨勢 也為了這遠東的9個城市 帶來了不少影響 那麼俄羅斯新聞社就講到了 烏蘇里斯克市水壩 因為這雨勢而潰堤 所以現在造成了不小的傷亡 實際上的傷亡人數是如何 目前還是個未知數 鏡頭看到大陸了 四川日前則是發生了暴雨 11名女子被突然暴漲的洪水給沖走 其中7人死亡 事後當地官方就透露 遇難者只是為了要拍攝網路影片 就失去生命 团急的激流中 幾名女子掙扎求生 不幸的是 她們11人落水 其中有7人溺斃 意外發生在8月9號 但連日來持續受到大陸輿論熱議 因為案發地點是四川雅安 造型獨特的魚鱗壩 網路上經常可以看到 有人在當地拍照拍影片 根據大陸媒體報導 這11名女子 當天就是在壩上跳舞 拍抖音短片 才釀成了不幸 大陸網民質疑 網紅文化害人為了拍影片 不惜涉嫌 但也有人批評 是上游泄洪 沒有通報 才釀成了悲劇 另一邊 對河北捉捉的災民而言 眼前更大的問題 是辛苦種植的玉米 顆粒無收 現在這個玉米 做飼料都沒辦法做了 都餓臭 災民無奈 索性他們的玉米田 有投保還能減少一點損失 根據大陸媒體報導 這場暴雨光在河北省 就造成958億元的經濟損失 和台幣超過4000億 TV新聞朱光宏 莊志偉綜合報導 極端天后不鑽 我們看到了中國大陸 就是其中一例 農業農村部就警告 北部以及南部主要股物產區 會有影響以及狀況 我們繼續交給佳琦 最近氣候變遷 導致了有很多的天然災害 不曉得觀眾朋友 你有沒有發現 沒想到因為氣候變遷的關係 現在也讓中國的糧食亮起了紅燈 害蟲現在提早報導之後 接下來糧食的價格 會不會跟著飆升 我們現在也來看到 是中國農業的農村部 他們就講到了北部 南部主要的股物產區 他們今年提早出現了害蟲的狀況 所以出現了這害蟲之後 包括了玉米跟稻米的產量 今年都會受到不小的影響 那麼由於受到氣候變遷跟全球糧食安全的危機 那麼現在聯合國的糧食農業組織 他們也提出警告了 他們說害蟲對農作物越來越有破壞性 那麼中國大陸 他們現在也講到了豪雨強風 再加上颱風的風雨 本來就已經對這農作物有不小的影響了 那麼現在又幫助害蟲遷移 散播更多的疾病 所以現在對於中國大陸而言 也是相當的頭痛 尤其他們稱為出口糧食國 所以他們現在就更擔心了 尤其是像是飛濕蟲類的害蟲 那麼還有捲葉額 那麼由於市場供應吃緊 亞洲的稻米價格 現在也標迫了15年來的新高 那麼玉米壽病 還有秋行軍蟲 現在出現的時間提早 對於股物的成長 更是造成了不小影響 所以預估接下來的稻米 或是玉米的價格 可能都有會提高的可能 不過如果你還想了解更多的國際資訊 不妨掃一掃QR Code 帶您更新最新的新聞資訊 最新資訊電影也帶你看到 是美國職棒小聯盟 今天比賽的時候 是突然出現了小動物亂入的插曲 詳細情形我們交給國際組記者陳成泰 好的 主播小聯盟比賽 在五局下半可以看到 投手正準備投球的時候 對面主嬸趕緊揮手表示比賽暫停 原來比賽場內突然出現不速之客 眼看居然是一隻臭幼在圍牆裡面奔跑 而且可能場內觀眾聲音太大了 嚇到臭幼乾脆躲進圍牆的軟墊裡面 接著工作人員就把墊子拆掉 沒想到臭幼一出來繼續亂窜 還和工作人員上演追逐戲碼 後來眼看去路被擋住了 臭幼決定再往回奔逃 現場好幾名人員只好盯著他的去向 慢慢引導他跑出球場 才順利讓比賽繼續進行 最後這場春天 紅雀對上盛安東年奧使命的比賽 紅雀以4比1拿下勝利 以上主播 但是我擔心的不只是周欣欣複雜的背景 你早就知道了是不是 還有他爸媽周政達